你 眉毛都化膿了 姑娘 你这脸是不想要了吧 我狠死你 你不是想要 你这啥样 想吃点 你这啥样 好嘞 老子有问题 请上去 你还怪我今天 打死你 还没好呢 手也不想要了 小姐 老子 方便这一步说话吗 你也看到了 这就是我老板最近的状况 他以前再怎么样 也不会对你做出这种事情 所以你是想说 发生那一次的事故之后 他才变成这个样子 你保证 这我可以发誓 是 所以我也希望你能理解他 他救过我 我没有真的想要怎么样 所以我来的是想 拜托一件事情 什么事 发生ith あの华 保证 发生的 Affiliate 与人事故人 �桓 是 pedestal 城邦沉默之后你去做了什么 我这是在干吗呀 找一个人 就是找个女人呗 来 说说你找她做什么 道歉 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不想见到你 我知道 那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得到她的原谅 好 我和我妻子一直很爱 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她就突然离开了 我想把她找回来 民俗学精神病人的逻辑 果然很强啊 所以你就是想说 我 你现在不是叶海了 我不是叶海 我是波赛东 你就是叶海 我不是叶海 我是波赛东 这是安菲小姐昨晚的录音 你 另一个你跟她说了很多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 比你直接找到谈判 来得快一点 谁让你 安排他们见面了 万一那个变态对安菲做了什么 怎么办 她 我觉得她很尊敬安菲小姐 我就不陪你 我去 我要出去一趟 把录音发给她 我给你 我去